你好 今天是在台北的A1 往桃源的機場捷運的櫃台 你現在看到的後方就是長龍航空公司 跟中華航空公司 拖運行李的櫃台 那目前機場捷運 明天2月16號是開放給 一般的市民這邊搭眾 排隊這邊搭眾 今天市政府交通局特別安排媒體記者 跑到桃源去觀察一下 這個商業的地形跟交通的設備 現在市長正在這邊接受採訪報導 那現在後方看到是 我在台北A1站的 就是這個月台 也就是長龍航空公司 跟那個長龍航空公司 跟那個中華航空公司 行李拖運的櫃台 以後你出國訪問 或是出國旅遊 你不必跑到桃源行李拖運 你在台北的A1 台北A1站這邊就有行李拖運了 就有行李拖運了 但是剛剛記者採訪到 千萬注意做輪椅族的注意 他這邊不拖運輪椅 他這邊並沒有拖運輪椅 你必須輪椅要拿到桃源的機場 才還可以繼續拖運輪椅 繼續的拖運輪椅 這個非常是重要的 等會呢 記者會把到桃源去仔細詢問一下 我們的龍椅怎麼樣去拖運 以上新聞是環球郵報的記者 燕國龍在A1捷運站的報導